1949年或者是从1945年 整个中国好不容易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 还没有来得及复苏 国共内战就开打了 它让刚刚结束战争的中国人 再度陷入了颠沛流离 那里头太多令人感慨的故事 1949年国民政府正式来了台湾 但是留下非常多的军队 还留在中国大陆 其中包括白虫喜的部队 白虫喜部队底下有一支 他就是著名的国军将领黄杰 30万人打打打打 后来他这个部队只剩下3万个人 他们报告蒋介石已经到了台湾的说 我们这个部队怎么办 蒋介石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希望他们继续在前线打仗 于是他们只好进入了越南 当时越南仍然是法国的殖民地 按照国际公约 你进入这个地方 管你是什么军阶 你就是缴械 缴掉你的军衔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法国政府当时的态度 是想让这群人自生自灭 连粮食几乎连水都不肯给 最后让他们住到一个地方 叫做富国道 他们只能喝椰子水 吃椰子过富 不断不断的 希望台湾能够践踏他们 台湾方面 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反应 希望他们在那个地方 能够打游击 最后用写书请愿 一段非常令人悲伤的故事 然后在各国的压力之下 也就是美国跟法国压力之下 台湾的国民政府 讲解是政权 才把这些队伍 总共三万人接回台湾 你在郡村里头 如果看到有一个新村 叫富台新村 就是这群人的故事 江夫人去见我们了 我们见到江夫人 我们都哭得 好像捡着爹娘一样的 整整六十年仿佛昨日 老先生老太太哭得好惨 1949年国共内战打到最后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老蒋总统被迫下台 他把部队一分为二 谨守长江流域 可惜撑聊太久 到了八月 华中脚飞总司令白崇喜 五个兵团难撤 被土八路绕道包抄 三十万人几乎被杀光 不是近战接近 你白崇喜的军队来打 而是一种比较绕在你后方来打 所以这个军队 这个白崇喜的军队就亏散了 亏散了以后就剩下 黄杰这支军队 黄杰兵团边打边逃 短短三个月只剩三万人 退无可退 只好打电报 给转进到台湾的老蒋总统 我要借到越南转运台湾 形势比人强 老先回电 兄弟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一个日落外公寓就是国际部罚 所以你假如部队过境的话 要放下武器 军人的栽级都要拿掉 就是不管你什么校官 外观见光这就突然打掉 家道中落 要讨饭吃那个味道 可是那个状况你不这样 你就不忍向你怎么办 在那时候就是还好 在那个暴风雨之时 还好有个台湾在招手 人要倒霉憋三的欺负你 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 黄洁部队刚进去 周恩来立刻用法文广播 解放军追缴国民党 不排除打进越南 法国老傻眼 勉强设了两个集中营 不敢不弃 不给犯規 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有广西的部队 有湖南的部队 两个部队啊 写斗 什么都不会 莫名其妙 那就叫莫名其妙的地狱观念 你是湖南的部队 我们是广西的军人 就这样就打 今天地儿气鬼神啊 和杀生震天啊 孤军苦闷关门打架 法国人怕麻烦 1950年3月把这三万人 送到越南最南边的富国岛 那里又湿又热 只有椰子香蕉跟胡椒 说白了就是让你自生自灭 他们命不该绝 6月寒战爆发 美国和老蒋总统盘算 让富国部队溜进广西大游击 牵制共产党 而老共也派人摸进去策反 谁都没打算 让富国部队回家 逼得他们绝世抗议 写书成情 把手割破 割破就用那个血来写 我父亲也有 反正每个人都写 写上名字还有 战术的名字 用那个筹布啊 写上去去到台湾 就给先从 就是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坚决回来 有些小孩子受不了 我有讲官的小孩大概两岁 没有牛奶吃 快饿死了 但是有的人 有的养育 养育啊 蛋啊 想煮个吃 中校叫做 徐英 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蛋给小孩吃 我就自杀给他看 他骂着太太 他说 我们打的军令都可以死了 小孩算什么 小孩不要 我们军令都要 都要大战饿到 小孩不能饿嘛 爱国爱到饿小孩 他们拿小的政治人物的盘算 多可怕 直到1953年美法施压 老先生才同意接他们回台湾 5月15 三艘登陆艇 从高雄港出发 靠着美军第七舰队护航 八天八夜 三万孤军 终于回到高雄港 一听到那个欢迎的歌秀 很多人都在那哭 流涕 都在那个加班头 当时就非常感动 那个地方就是 用了感动的痛哭流涕 我的家乡 尤其是在某种东西 不是在江湖市 我都不回台湾了 我回了我回了光细 我回了我的家乡 我回台湾 我都不是台湾人 茫茫天涯处处是故乡 1500多人留在富国岛 其他的都来了台湾 黄杰被称作海上苏武 之后他在台湾步步高升 三万子弟兵打散到各军种 台北桃源台中台南台东 都有个赴台新村 安居乐业监控整肃 赴台军是最后一批 离开大陆本土的部队 老蒋总统也彻底打消 从越南反攻的念头 左英眷村还有赴台部队的淑伯 岛上的四年苦日子 印象深刻 黄杰留下的纪念碑 蒙尘斑驳 尽收三万人的青春血泪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文钱十字报 我们明见拜拜